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年满18岁的同志皇帝终于迎来了亲政的时机 慈禧太后也信誓旦旦的公开表示 汇聚二线 同志亲政期间只热腾过一件事 那就是花费巨资修一可缘 结果她的惊人之举 遭到到了朝中大臣们的一致反对 同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准备对众臣们下毒手 结果慈禧太后站出来了阻拦 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之后同志在 无建树 原因是她很快驾崩了 关于同志死亡有很多版本 正是记载死于天花 但坊间多有传言称其死于性病 确切来说就是梅毒 著名历史学家肖一山 在她1923年所得的清代通史里 也再三强调 同志帝就是死于梅毒 另外 同志皇帝主治于伊丽德里的两位曾孙分别撰文称 祖山口传秘文 同志帝死于梅毒 对此 同志皇帝麦案记载 11月29日牙障面肿 30日面颊肿阴 牙府口年 12月初一日面颊硬肿 牙银黑米口臭 初二日各处斗拥巨剑正浓 唇塞硬肿 牙银黑米 舌前口臭 大便黑年 初四日牙银黑臭 嗜孔口肝穿塞 毒热内容 这一天 预议确诊为走马牙肝 由此可见 同志皇帝当然不是死于梅毒 而关于同志帝之死 虽然表面上 是与同志帝生前一些抽格的活动有关 但实际上 同志帝与其后 却是间接死于此写之 熟 时书有这样的记载 一日 皇后阿姆特使到养心殿去探望同志帝的病情 握个旁夫妇俩相依谈心 皇后为婆媳之间不露之事而伤心落泪 皇帝百般劝解安慰 让他多忍了一些时间 说将来总有出头的日子 殊不知隔墙有耳 这些话传到了慈禧的耳中 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慈禧若皇帝的内侍 银威大作 破口大马 好的狐媚子 又来勾引皇帝 皇后变白 我是承凤免从大清门迎许进宫的 天下皆知 皇帝生病我前来探看 犯了什么罪 这几句话犹如火山浇油 正烧到了慈禧的痛处 因为慈禧是由最低贱的秀女 爬上皇后之位的 并非皇帝三为六 聘取进来的 因此 阿鲁特是这样说 更是让慈禧生气 恼羞成怒的慈禧 一把抓住皇后的头发 连拽带打 皇后哪敢还手 慈禧还不解恨 又咬牙切齿地呼喊太监 用棍杖击打皇后 这番折腾 把酒病出狱的同志弟之下的婚 死过去 此刻慈禧才算住了手 同志弟从此握病不起 病情恶化 不久 便撒手惜归 阿鲁特是当皇后几两年 她为丈夫早亡而万分悲痛 又因自己无子 阿鲁特皇后 为自己渺茫的虔诚感到绝望 又对慈禧的专横 因毒 暴虑充满怨恨 于是 吞了金蟹 孙京抢救再缓死日 她又绝食而死 死时 她年仅二十二岁 据同志弟的死期只有几十日 老话说虎毒不食子 但是慈禧太后为了朝政大权 如此控制和逼迫自己的儿子 除了让人看到她的狠独赖 也看到大清气数将近 命不久矣 总之 可以说 同志皇帝是间接死于母后和皇后之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